蒸籠冒出一陣陣的香氣 熱騰騰的包子讓人看了垂涎三尺 每天出路時段 這間包子饅頭專賣店 就會湧入不少人潮 祖傳了三代的好味道 更是里長推薦的在地美食 五十東西 粒素 這口味 這是古早味的 所以大家都要吃古早味的 不是說比較稀奇 現在年輕人都吃過古早味 所以現在大家來吃雍獄 所以帶著我們這個地方 有小小的名氣這樣 堅持了三代的純天然手工製作 與傳統手藝 富富的品項 與一路流傳下來的古早好味 讓在地居民一事成主故 要很久了 從嫁來這裡 在台市 再次來這裡 整第二台 第三台 特色啦 還有那個Q的東西 古早味 好吃 所以 對啦 都吃關係 蔥花卷 花生卷 黑糖包 肉包 菜包 各式各樣的種類 讓人目不暇己 不過也不用擔心 這家店特別的就是 每天販賣的菜單都不一樣 如果有特別想要吃的口味 不小心錯過了 可就要再等一個禮拜 因為這裡客人滿多種的嘛 我們要符合大眾化 所以二到五的話都是做包子饅頭 那因為這邊吃素的人也比較多 可是偶爾還是會有想要吃肉的 那禮拜四就部分都是做荷食的部分 其餘二到五 二三五都是做素食的部分 那六日就是澎湖的小吃的商品 在高雄少見的澎湖炸澡 不用搭船也能吃到 每到假日開賣的多種澎湖小吃 總是會吸引許多人前來品嘗 雖然炸澡的外觀很像大顆的芝麻球 但是從內餡到口感可都是大大的不同 假日的話會做澎湖小吃 就是澎湖炸澡 因為高雄比較少見 所以就從阿嬤那邊穿扯下來 然後外皮是糯米做的 裡面餡料通常招牌就是紅豆和花生 偶爾會有綠豆或黑芝麻 吃起來很香然後很Q這樣子 憑藉著對古早味以及天然食材的堅持 這間專賣店飄香了超過半個世紀 豐富的品項保證滿足所有人的挑剔 而招牌的炸澡 早已不僅是澎湖特色小吃 更是在地人的味蕾記憶 記者邱建勳高雄報導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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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下